大家好,我叫Carolina,我来自印度尼西亚,我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留学生。 在中国的时候,有一个星期天,我记得我去了一座寺庙,在我的国家也有很多寺庙,这就是在我家乡的寺庙。 我要给大家看看这个寺庙的财神爷。 谁不喜欢钱呢?这就是财神爷,我记得我老师跟我们谈一谈说,财神是金权与财富的神明。 在中国的时候,我记得看中国人用香祈祷,我也看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香,也有很多红色的蜡烛,我觉得很有意思。 财神爷在等亚洲国家的人们中,广为人知。 在这边,有很多灯笼,在我的国家,每个寺庙都有灯笼。 我十岁就开始学习中文了,以前呢,在我的家乡没有人学中文。 但是,有一位非常善良的老师,他免费教中文。 从那时开始到现在,我还在学中文。 我学到的第一个成语是,失败是成功之母。 现在我要为那个成语写书法。 这就是我的故事,谢谢大家。